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师 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的是HSK六级考前辅导课程 那这个课程可以帮助大家复习和准备HSK六级考试 那六级比较难,所以我们用的课时会比较多 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认真的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 那现在呢,我们正在学习的是六级阅读的第一部分 也就是找并据 那我们在前边已经介绍了最基本的方法 而且我们已经给大家讲了一些最基本的结构和语法分析的方法 那现在我们要去看一些特别的词 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副词 adverb 那虽然我们说是副词 其实这个里边应该也有一些adjective 应该也有一些形容词 因为有的时候呢,副词和形容词可以放在动词的前边 来说明这个动词 来这个怎么说呢 叫修饰这个动词 那我们在这个看这个副词的部分的时候呢 最重要的是要看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意思 就是我们在从HSK一级开始到HSK六级 我们会学习很多个副词 那有一些副词甚至是意思非常相近的 甚至是差不多一样的词 那有的时候呢,你要去考虑这个词可不可以跟这个动词在一起 所以你要去考虑这个意思 合适不合适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就是位置 位置是什么意思 这个副词它放在哪儿,它放在什么地方比较合适 这个也是你在读句子的时候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那特别是说呢 在汉语里边,我们的这个副词呢 有的时候呀,它的用法,还有它的这个在什么地方 跟别的语言不太一样 所以呢,很多同学在写句子的时候容易出问题 那在读这个句子的时候也很难发现 哦,原来是这个副词放的地方有问题 或者是原来是这个副词放在这里不合适 就是应该换一个词 那这个时候呢,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首先啊,你要在学习一个副词的时候 不要只是去记住它的英语的意思 英语的翻译,或者是法语的,或者是日语的 不要用翻译法去记忆一个词汇 更重要的是,你要能够明白这个词什么意思 而且你要明白这个词应该要怎么用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同时现在呢,老师也要告诉大家 如果我们看到了副词,它应该在什么位置呢? 啊,我现在要告诉大家 那为了告诉大家 我会给大家讲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例子 老师呢,非常喜欢吃北京烤鸭 嗯,老师喜欢吃北京烤鸭 所以呢,老师常常吃 北京烤鸭 我 常常吃北京烤鸭 请大家把这个句子记住 这个句子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但是,虽然它很简单 但它可以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就是,常常这个词 它就是一个副词 那大家想一想 那大家想一想,在这个句子里边 常常它在什么位置呢? 大家来想一想 我常常吃北京烤鸭 那,常常它在我的后边 在吃的前边 也就是说,它应该在主语的后边 应该在动词的前边 那现在 同学们是不是就已经记住了 副词的位置呢? 我常常吃烤鸭 副词要在动词的前边 要在主语的后边 所以,同学们在学习副词的时候 你要去写句子 或者是你要去说话的时候呢 就一定要记得这个原则 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 可能有的时候 会有一个副词有一点点特别 但是,绝大部分的副词 都是按照这样的原则 要去说句子或者是写句子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 因为我们在六集 HSK的这个阅读的第一部分里边 看过的一些错误的句子里边 会出现 副词的位置是有问题的 这样的句子 那如果你不了解这个原则 你就没有办法发现 这个句子是错误的 因为看意思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那现在呢 我们要先看一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 其实是有一点点难 因为我们的副词它是一个成语 那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孩子们常常希望自己迫不及待的长大 而当他们长大后又开始怀念童年 那这个句子呢 它其实是错误的 错误的原因就是迫不及待的 那大家看到这个土也得的时候 就应该知道这个土也得的前边 应该是一个副词 或者有可能是形容词 但是用法跟副词是一样的 那在这里呢 得的前边有这样的一个词了 那你就要去想它应该放在这里吗 有同学说老师长大没有问题呀 它是一个动词呀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你要去读这个句子 孩子们常常希望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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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句子里边的动词不是长大 这个句子的动词是希望 我希望什么什么什么 我希望什么事情发生 所以希望才是这个句子的主要的动词 那么迫不及待就应该放在希望的前边 而不是长大的前边 那现在呢 我们来说一下什么意思呢 迫不及待这个待呀 是等待是等的意思 那迫呢 是有一点点着急的意思 我太着急了 所以我等不了了 太着急 所以等不了 这样的意思 那我太着急 我等不了 我希望自己长大 所以呢 这个句子呢 它是错误的 那正确的句子就应该说 孩子们常常迫不及待的希望自己长大 那同学们在这里呢 要记住这个 那这个句子它比较难用了成语 大家只需要知道 如果你看到得了 那一定要记得得和前面的词 要放在动词的前边 而且这个句子里边 它应该是放在希望的前边 因为这个句子是孩子们希望 啊 所以希望什么呢 希望自己长大 那这个词就应该放在前面 你看 常常它也放在希望的前边 对不对 所以呢 在这里请大家要记住这个原则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adverb要加verb 它要在动词前边 好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练习 啊 有点难 但是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那下边这个题目可能就会稍微简单一点了 18世纪以后 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才加快明显起来 那我们要用到我们之前说过的要分析句子结构的方法 你要在这个句子里边找到主语就是名词 要找到动词 然后要找到object 冰语 那有可能不是冰语 可能是补语 但是我们不管它 我们先看一下18世纪以后 它是一个时间 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 那得 所以主语应该是速度 速度怎么样了呢 速度才加快 啊 加快就是变得更快了 所以它应该是动词 那这里明显 它是一个形容词 非常明显 那它放在这里就不合适了 对不对 那我们说过呢 它作为一个形容词 它可以说的是 它用来修饰这个加快 怎么加快呀 很明显的加快 对不对 所以明显应该放在加快的前边 那这个时候明显这个词它的用法 就是一个副词的用法 所以它应该要放在加快这个词的前边 那同学们是不是觉得这个题目就清楚多了呢 那这个句子是错误的 所以正确的句子应该是明显加快起来 我们说过啊 速度加快起来 这才是句子的主要部分 那如果你要在这个部分里面加一个副词或者是形容词的话 应该放在加快的前边 就是它加快的这个速度非常快 所以它是明显加快 所以同学们在这里要注意了 那你现在是不是很清楚这个题目错在哪里 应该怎么去改了呢 好 那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练习 这个练习天凉了 你要多穿点 穿多点衣服 这个句子 那你觉得这个句子对还是不对呢 那首先你要去看的是 主语是什么呀 是你 那动词是什么呢 是穿 然后穿什么呀 穿衣服 但是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多对不对 多点 那它放在动词的后边了 那肯定是不对的呀 所以这个句子应该要改成 你要多穿点衣服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句子 但是在这里呢 我还要提醒大家 实际上这个多做点什么 少做点什么 它其实是一个相当于固定的句子 在汉语里边 这是你应该把它给记住的一个句子 比如说呀 我们在可能HSK二级或者HSK三级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学过这个语法了 比如说 你身体有一点不舒服 你去看大夫 大夫跟你说 你感冒了 你要多喝点水 少喝点酒 不要喝酒 不要喝酒了 少喝一点酒 多喝点水 那为了健康 我们应该多吃蔬菜 少吃肉 那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呢 不仅仅是 就是动词的前边要加一个副词这样的一个原则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要记住这两个最基本的语法结构 它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用的一个语法结构 多做什么 少做什么 而且平时啊 你也是可以用的 比如说呢 如果你想提高你的HSK的成绩 你应该多做练习 你应该多做练习 好 那这个语法 如果你记住了 以后你再遇到这样的句子就一定没有问题 而且呢 你在写句子的时候 也会更清楚 这样写 这样写 才是正确的 那这样写是错误的 但是说实话呢 老师听过很多同学写或者是说这样的句子 那可能是因为你在说这个句子的时候呢 你可能用了你的母语去翻译它 或者是你想到了什么就说到了什么 那其实这个句子是不对的 这个才是对的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好 那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练习 那从这个练习开始呢 就不是位置顺序的问题了 可能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意思到底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报告说 该公司第四季度盈利达18.6亿元 这个句子没有问题 盈利达多少 好 十分超出了分析人士死前的预期 超出了预期 就是以前呀 这个分析人士有一些专家 他们说有可能是17亿 或者是有可能是12亿 他们说12亿 他们猜的 他们预测的 但是没想到呢 有18.6亿 所以呢 就比我们猜的要多一些 我们要用超出 那现在大家要记住 超出预期 超过预期 是一个比较固定的搭配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 那阅读的第二部分 选词填空的时候 或者是书写 你要去写文章的时候 你都可以用超出预期 这样的一个搭配 好 那这里呢 十分超出了预期 十分它是一个副词 那同学们说 老师没有问题呀 他在动词的前边呀 没有错 他在动词的前边 这个顺序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问题在哪里呢 你不可以说十分超出 同学们 如果你学过十分的话呢 你会知道 十分这个词啊 它只能放在形容词的前边 只能放在形容词的前边 而不能放在动词的前边 比如说老师十分满意 它是和这个形容词一样的一个心理动词 这个没有问题 或者是这个十分美丽 非常漂亮的意思 十分美丽 那超出这个词 你就不可以说十分超出了 它超出了很多 超出的这个幅度非常大 你应该怎么说呢 你应该说的是 远远超出了预期 这个才是对的 远远超出了预期 那有同学说了 老师 我怎么知道 这个必须得用远远 而不能用十分呢 我觉得意思上差不多呀 所以呢 这个时候 我还是要去提醒大家 你在做这样的 题目之前 你要做的准备是什么呀 你在学习超出这个动词的时候 你就要考虑 嗯 如果我超出的部分非常大 应该怎么说呢 或者是说呢 如果你在学习十分这个形容词的副词的时候 你就要考虑十分这个词 我应该要怎么去用呢 后边可不可以跟什么样的词呢 还有就是你在学习远远这个词的时候 你也要考虑 嗯远远这个词我应该怎么用 我可以说远远怎么样啊 你都要去啊 你学习每一个词 都不要只是学习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一定要学习这个词有什么用法 它跟什么样的词在一起 只有这样 你才能够在这里发现这个问题 那同时呢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 你要有语感 你要有 你要培养你的语感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平时如果多去读一些这样的句子 你会读到远远超出了专家的预期 这样的句子 那你读过它 你自己就有感觉 那你在读这个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这个句子非常奇怪 所以呢 还是再强调一遍 平时多去读一些正确的句子 很有必要 培养你的语感 那在这里你就会很快的读出来 这个有点奇怪 但是有可能你不知道它为什么奇怪 老师告诉你为什么 但是你的任务是 你读的时候可以发现它是一个奇怪的不对的句子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现在呢 我们继续看 它今天的表现一点反常肯定出什么问题了 好 那我们要看一看它这个句子里边的主语是什么呢 是表现 它今天的表现表现怎么样啊 反常 反常是什么呢 反常是形容词 adjective 那我们说过 在汉语的基本的句子里边 有一种句子是特别常见的 就是主语副词形容词 subject adverb 和adjective 那有同学会说 老师汉语的句子有点奇怪 因为你这个句子里边没有verb 对 我们的汉语是有这样的句子 这个句子里边可以没有verb 没有动词 没有关系 我们说 比如说呢 今天很冷 今天很冷 那今天就是主语 很就是副词 冷就是形容词 那你看这个句子里边 表现一点反常 它就不对了 因为一点放在这里是不合适的 一点呢 它可能有点像一个代词 或者是形容词的 或者是一点名词的感觉 代词量词或者名词的感觉 所以它不是一个副词 那 反常的前边 形容词前边 应该要加的是副词 我们用的副词是什么呢 是 有点 反常 啊 那在这里呢 如果我们不去想副词 形容词 名词这样的词性 我们也可以想的是什么呢 那在汉语里边 一点和有点 一直以来是同学们都会觉得有点很难分析的这样的一对词啊 它们都是a little bit 的意思 但是呢 它们的用法不完全完全不一样 所以在这里呢 老师再给大家讲一下 有点和一点到底哪里不一样呢 我们用比较简单的例子去讲它的区别 啊 同学们会更容易明白 那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有点的后边呀 应该是形容词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有点加形容词 那我为什么要用有点呢 比如说今天呀 是这个二度啊 是二度啊 那或者是一度啊 它比较冷 对不对 那我穿的衣服呢 不是特别多 所以我会说 哎呀 今天有点冷 那这个冷呢 是我不喜欢的啊 这个有一点 它不是特别的特别特别特别冷 如果是零下十度 那就真的很冷了 二度一度差不多还可以 有一点有点冷 那么这个冷呢 又是我不喜欢的 所以我说今天有点冷 或者今天有一点冷 那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很清楚 有点这个词呢 怎么用呢 它的后边应该要有一个形容词 而且这个形容词应该是不太好的 所以你如果要用有点一定是你不太喜欢这个情况 比如说 嗯 这个衣服 这件衣服有点贵 啊 我现在有点饿 今天有点冷啊 我们都要用有点和形容词一起 要注意的是 是有点加形容词 那 如果是一点呢 我们要知道的是 一点这个词啊 它的用法就跟有点完全不一样了 为什么这么说啊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 那今天是二度 或者说两度 那 昨天呢 是一度 啊 是一度 那一和二比较的话呢 我们可以说呢 昨天比今天冷一点 昨天比今天冷一点 那同学们是不是明白了啊 冷一点 对不对 所以是先说形容词 再说一点 那同学们现在是不是记住了呢 而且你先有没有发现 我说的是昨天比今天冷一点 所以如果你要用一点的话呢 你是有一个比较的 你需要比较一下 你才能用一点啊 再比如说我们坐出租车 我们去一个地方 出租车的师傅呀 开车开的特别慢 啊 所以我就跟师傅说 师傅麻烦你快一点啊 麻烦你开快一点 那师傅说好的 那开快一点 快是形容词 一点快一点 所以形容词在前边 一点在后边 那为什么要说快一点呢 因为现在比较慢 所以我希望师傅 比现在快一点 那其实也是一个比较 所以现在同学们应该很清楚了 啊 有点加形容词 表示不满意不喜欢 形容词加一点 表示比较啊 那当然了 这个一点呢 也有一个用法就是一点加名词 比如说喝一点水 买一点水果啊 这个也是可以的 这个就比较简单 我们在这里呢 就不用太多的去说它了 那这个句子上边这个是错误的 下边这个是正确的 好 这是我们的副词 那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副词有可能会出现的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啊 他们两个啊 是不是可以在一起呢 我们来看一下 卷心菜可以说是所有蔬菜中最为古老的一种 我们知道古时候的人很久以前就已经一直在吃它了 啊 同学们看一看 觉得这个句子有没有问题啊 啊 啊 那首先这个 卷心菜是一种 对吧 卷心菜是所有蔬菜中最古最为古老的一种 那这里省略了蔬菜 这个句子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知道 古时候的人啊 这个人呢 人怎么样啊 人吃它啊 人吃这个蔬菜 人呢 什么时候啊 很久以前就吃这个蔬菜了 那问题是在这里有一个就有一个已经有一个一直 所以他们放在这里在动词的前边好像是没有问题 但是其实是有问题的 我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发现问题是什么 很久以前就已经一直在吃它了 那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已经的意思是什么呀 就是啊 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啊 已经发生了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已经就已经发生了啊 那一直的意思是什么呢 一直的意思是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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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所以呢 这两个词啊 它是有矛盾的 因为已经的意思是这事完了 这事发生了 就是有一种结束的感觉 有已经已经发生了 已经 这个事情已经这样了 这是一个点的感觉 但是一直呢 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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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个现的感觉 点和现不能放在一个句子里边 所以这两个词的意思在意思上 其实是有矛盾的啊 有矛盾的 比如说我已经吃了啊 就是我吃饱了 我已经结束了 我一直在吃 我一直吃啊 就是我吃了很多很多 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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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这两个句子是矛盾的 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两个词也当然不能放在一个句子里边 所以在这里呢 我要去告诉大家答案了啊 答案就是你可以说很久以前就已经在吃它了 也可以说很久以前就一直在吃它了 但是这两个词不能放在一起 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意思是有矛盾的啊 大家可以想一想认真的想一想就已经在吃它了 就一直在吃它了啊 这两个词有矛盾所以不能放在一起 虽然他们都是副词啊 他们不能在一个句子里边出现 好 那这是我们的第三种副词的问题 第一种就是位置不对啊 副词应该放在哪啊 放在动词的前边 主语的后边 那第二种就是意思不对啊 这个词不能放在这里啊 它不对 它应该换一个词去使用它 这是第二种问题 那第三种问题是什么呀 就是这两个词不能放在一起 他们两个词的意思上是有矛盾的 好 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关于矛盾的这个一个练习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 你的伤口似乎是好像发炎了 还是去医院处理一下吧 那在这里呢 老师也要告诉大家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似乎好像他们的意思是一样的啊 那这里又有一个是啊 所以这个句子你的伤口发炎了 是伤口发炎是主语和动词 那动词的前边似乎和好像他们两个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里呢 你不可以把它们两个放在一起 你用一个就够了 好 所以我们这个答案是什么呀 你可以说似乎是发炎了 你也可以说好像是发炎了 但是似乎好像似乎是好像 就不对了啊 他们两个不能放在一起 好 那这个句子是错误的 这两个句子才是正确的 那这就是我们的副词啊 常常出现的一个问题 这两个啊 意思有矛盾的不能放在一起 那意思一样的也不能放在一起 那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个 已经十点了 已经十点了 我估计他今天一定不会来参加会议了 那同学们读一读 然后想一想这个句子错在哪呢 哪里有问题呢 大家认真的想一想 啊 已经十点了 这个没有问题 我估计他今天一定不会来参加会议了 可能啊聪明的同学已经发现了 老师已经把有问题的部分给标注出来了 一个红色一个绿色 那如果你对这两个词的意思掌握的非常准确的话 你会发现估计这个词啊是不确定的意思啊 我估计我猜的啊 我觉得差不多是这样的 那一定呢 他的意思是我很确定啊 我很确定 那你在一个句子里面 你又说你不确定 你又说你确定 这就矛盾了 就很奇怪了 那这个估计它是一个动词 那这个一定呢 它是一个副词 但是在这个句子里边 是副词和动词有矛盾了 所以你只能用一个 你不能用两个 因为他们的意思是矛盾的 所以你要么说我不太确定 我估计他今天不会来参加会议了 或者说我很确定啊 他今天一定不会来参加会议了 那你要么用估计 要么用一定 当然了 如果你要用一定 这里面就没有我了 这不是不要说我了 就直接说他今天一定不会来参加会议了 那这里这个句子可能对于大家来说 会更清楚更简单一点 因为估计和一定都不是一个特别 都不是特别难的词 那同学们只要你明白 估计是不确定的 一定是很确定的 那最后你一定可以发现这个句子它就是错的 那正确的句子是你只能用一个 那这都是我们的副词的意思的问题 你只要准确的掌握了意思 你就能够发现这个句子有问题 或者是说如果你平时多去读正确的句子 你也能够觉得感觉出来这个句子有点毛病 有点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的最后的这个副词的一个练习了 那到这里呢 我们的副词部分就已经讲完了 那我们再跟同学们说一下 关于副词呢 它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位置是错误的 那我们知道在病句里边有一种问题 就是顺序的错误 那顺序错误里面最常见的一种就是 副词它应该在动词的前边 这才是对的 那请同学们一定要小心一点 如果你在读句子的时候 你发现了 诶 主语 动词 宾语没有问题 诶 这里有一个副词怎么跑到动词的后边去了 哦 它是错的 你能够发现它 这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一种就是 你要考虑的是 这个词用在这儿对不对 那实际上呢 我们在后边还会讲的就是 我们有的时候用词啊 就是会用错 这个病句里边 句子结构没有问题 但这个词不应该用这个词 它不应该放在这里 它应该换一个词 那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多的 其中的一种就是 副词它的意思 考虑它的意思的话 它不应该放在这里 或者是说 这两个词有矛盾 我们不应该把它们放在一起 要用只能用一个 那这样的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 所以呢 请大家在做题的时候注意积累 这是我们的副词的部分 到这呢就讲完了 那请大家如果有问题随时问我们 那也要去多做一些练习 多去积累一些鱼经验 多去培养你的鱼感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